售价999的华为VIA Glass是时候抄底了吗 最近一段日子老妙聊科技的抖音平台上 突然有很多观众点赞了老妙在去年冬天录制的 国内主流VR头显评测第一期华为VIA Glass 老妙一开始也很疑惑 怎么老树开心之了 都快小一年的时间了 这条视频怎么就翻红了呢 直到昨天老妙看到罗永浩直播间以989元的价格 在卖这个产品的时候才算破了案 鉴于关心关注的小伙伴们不少 本期视频老妙就再一次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华为VR Glass到底值不值得买 老妙聊科技 今天聊VR 首先老妙郑重提醒一下 如果你觉得华为代表着中国的科技创新 一定要支持一下 那请去官网下一个2999元的单支持一下民族企业 并无意义但仅仅从VR硬件的角度来说 哪怕砍到膝盖缩水三分之二 那也是不值得的 989元买个华为VR Glass 真不如买个VR盒子 视觉效果可能比它还好一点 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来说 华为VR Glass于2019年的9月发布 上市价格为2999元 本期视频发布时间为2021年的8月18日 不过两年价格跌至三分之一 大家可以想见什么样的产品能够跌成这个样 老妙有个大胆的想法 据说华为VR Glass生产备货比较多 所以现在是在低价抛售去库存 说完价格 我们再来说一下华为VR Glass本身的一些问题 从参数上来说 华为VR Glass双眼分辨率3K 屏幕像素密度仅为1058 市场角90度 刷新率70 90赫兹 三自由度手柄控制 屏幕方面 这两年的VR设备 像Oculus Quest 2 Pico Neo3 Norasonic 基本上都在4K以上 一体积市场角95度以上 刷新率90 120赫兹 6自由度的手柄控制 知识点来了啊 朋友们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 刷新率和市场角 什么意思呢 刷新率基本决定了你晕不晕 而市场角则是 你能看到多大的区域 这两个关键点上 华为VR Glass几乎可以用不及格来形容 也就是晕的不行 还有黑边 无论是华为的高端手机 Mate系列 P系列 还是中低端的荣耀V系列 对于画面的展现几乎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你的手机好 就提升VR中画面的品质 至于自由度方面 华为VR Glass是通过Noral的6自由度配件来支持升级的 但重点来了 加了这个配件 依旧是晕晕晕 那作为一个单纯想玩VR的脚白 我到底应该买哪款硬件呢 注意 上设备 这是截止视频发布时间点的几款性价比的优选设备 这台是Oculus Quest 2 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好的设备 但没有大陆行货 只有水货 2000元左右的起步价格 需要路由器级别的科学上网才能激活 奔着VR观影来的 需要很麻烦的导入影片操作 这台是Pico Neo3国内厂商小鸟看看的产品 2499元行货能上网能直接下载游戏 但VR游戏的数量远远少于Quest 2 老妙手边没有Norasonic留个位置 暂时以纸条来代替 1999元行货更多的是用来串流PC 玩PC VR游戏 一体级上的VR游戏 数量比Pico的还要少 最后是华为VR Glass前面一座具体介绍 此处不再坠住 如果让老妙打分Quest 2 95分 Pico Neo3 80分 Norasonic 65分 华为VR Glass们 好了本期的老妙聊科技就讲到这里 999元的华为VR Glass值不值得买 VR设备怎么选你学废了吗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老妙聊科技 科技很远但未来很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小伙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